据报道称,导演纽承泽遭控性侵女工作人员,交报之后再度沉默,一切交由律师发声,事隔12天他发文称,目睹自己的死亡,行刑地对我排到老巢,又说这世界如此残忍,任由恨恶蔓延指掌,疑似认为外界未审先给他定罪,最后以悲伤仗出喜悦,绝望生出希望面临自己。 在此之前,纽承泽9日应讯后发文,妖魔都是自身的恶意恨创作的,在砸下石头之后,经闭上眼睛感受爱,就会更有力量将世上的仇恨与恶念,化解消容,love。 事实上,纽承泽7日赴大安分局应讯后,似乎不满外界在案件没有结果前评论。